苗栗县公管乡市区随着居住人口的增加 有车民众是越来越多 市区公有停车场遭少数人占用的问题浮上台面 相公所顺应民众陈情意见 将严理收费办法并争取增建市区停车塔 以满足民众需求 公管乡市区车水马龙往来车辆多 也是重要观光乡镇 随着居住人口聚集 停车位一位难求问题上演 但是这些公有停车场已经出现遭人占用 作为自家停车场 相公所也注意到了 长期占有我们的公家停车位 这真的是很不好 这一点我有看到了 这个停车场管理 我会来考量怎么适当的方法 不让一般人就是整天停在那边 或许我们也可以找一个 树立一个停车费 我们就干脆用开单 全民纳税的公有地成为少数人霸占停车的乐园 民众出现反弹声浪 支持相公所执行收费管理 使用者付费 也相对提升停车的周转率 让需要洽工采买生活用品的民众 有车位好停 不过相公所初步洽询 苦在心里 业者承拦意愿不高 我们本来也要想请其他的业者来经营 但是他那个自动辨识系统的那个设备 费用蛮高的 那我们公所的停车位不够 业者没有经营的效益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收费 那公所会来尽量来协调 看用什么折衷的方式 用能力也好 或者是再用自己买设备也好 让我们的停车空间 不会被有心人长期的占用 公管乡市区现有四处公有停车场 道路路宽不足 没有划设停车格 停车位规模不大 无法吸引业者投标经营 为了解决车位占用问题 公所目前严拟人工即时开单 或是争取设置大型停车塔 扩增车位方式 双管齐下 谋求解套良方 收西红棍 想 Nicole 小画 语 语